大家好,有好多朋友私信我说上次做的擀面皮没有做成功 今天我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准备两个膝盖定的土豆,切成薄片 然后烧锅蒸熟,蒸熟取出用擀面罩倒成泥 导致细腻无颗粒的时候再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然后揉成面团,水可以放入蒸锅蒸5分钟 蒸到半生不熟的状态,也就是表皮熟了里面没有熟 料汁温热的时候揉成一个光滑细腻的面团 搓成茶条,封成大小小等的小面剂 然后去一块面剂改的时候撒点土豆淀粉 改成小薄饼,凉皮螺螺刷油,放入凉皮螺螺中 水可以上去蒸5分钟 蒸熟取出晾凉 如软筋的土豆改面皮就做好了 然后切成细条 浇上调好的料汁,再放点自己喜欢吃的派菜 如果还没有做成功的姐妹 明天早上10点我在直播间等你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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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